好 看這個發展 現在打 OK 預備 教練安部就班 教導學員怎麼打方向盤 教練車一亮接一亮 準備迎接入考 不過明年三月開始要考駕照 學員不一定要在駕駛班入考 也可以選擇到馬路上考試 如果學的不是那種完全 然後就是外面駕駛的話 可能會去玩駕照其他人吧 上坡起步一些基本的 你還是要實際上到路上去開 才知道你的實力到哪裡 有監語太多人駕駛考了 卻不敢上路 三月一號之後 汽車駕駛考試將有重大變革 入考會採取雙軌制 考生可以選擇現行的駕駛班常考 或是道路路考 預計將事辦一年 不過道路路考還會新增扣分項目 像是不打方向燈隨意變換車道 或是停紅燈越線 都會扣32分直接出局 而不看左右來車或是路邊臨停 太初來離路源超過60公分 也要扣上16分 最怕路邊停車吧 因為沒有那個點可以對啊 對啊 對啊 但是台灣地下人從馬路路湖口 新手上路容易發生意外 學員在道路上進行路考 等同家訓班業者風險提高 目前市價8000到12000的學費 恐怕會再涵漲 意外事故 那我在想應該是難免啊 但是這個可以透過保險來做一個彌補 我們業者會從成本的去考量 公路局表示 新制雙軌制度 事辦一年之後 會根據事辦結果進行微調 後年開始 預計就會全面改為路考考試 只是如果每次路考考試都要實施道路管制封路 會不會製造另類的交通問題 還有待觀察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維碎